嗨嗨 我現在要直播的內容是 教大家怎麼用這個定型膜 來上這個 塗這個鮮奶油 讓它定型然後做出很漂亮的蛋糕捲 那首先就是我們先烤好蛋糕片之後呢 你就把它裁切 那不管你的蛋糕 不管你的蛋糕片是怎麼樣的 我們最長可以到30公分 定型膜最長 那你如果不夠長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保鮮膜包到這邊 旁邊就塞東西把它頂住 因為這樣鮮奶油就不會溢出去了 那我最常用的就是說 我們用好先生的生烤盤 一盤可以切成兩片 就像這樣子切成兩片 然後這樣子是其中一片 頭尾切齊之後呢 就把它放進去放在我們的定型膜裡頭 你定型膜先包了保鮮膜 這樣的話會比較不會那麼油膩 然後當你這樣子放好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鮮奶油跟糖 鮮奶油的量大概就是 你可以用280 280的鮮奶油跟 28克的糖 或者是你直接用300克的鮮奶油 跟30克的糖去打發 打發之後呢像這樣硬硬的 然後呢 像這樣子一捲來講的話 它的鮮奶油的量 就打好鮮奶油大概是 2005到300之間 那我習慣大概都是填300 就是會很剛好一個歐字捲 然後填下來有時候就像這樣子吧 用刮刀把它挖進去 那其實像這種的話就是 為什麼我說 很多人都說 那我自己捲就好了 幹嘛用定型膜 其實定型膜的用意是在於 像這種大量的鮮奶油 是軟質的 那你如果自己要用蛋糕捲 這樣手去捲的時候 其實很不容易 老實講是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尤其加上說 如果像現在是草莓劑 你裡面要放草莓 呃 我只能告訴你說 很難 那我們用更有效率的方式 而且做得更漂亮 就是說 我們用定型膜來做 這樣子 然後像我這樣子 如果說你要放水果 那你就先填一半的鮮奶油 一半大概 如果你要填水果的時候 你的鮮奶油量 這樣一捲大概是 200克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填了100之後呢 放水果 然後呢 再放鮮奶油 那我今天是沒有放水果 所以我全部填鮮奶油 那我這邊就要填300克 那你填鮮奶油的時候呢 你看這樣子用填就好 你不用那邊抹來抹去 然後要捲啊什麼的 好 從中間往兩側 從中間往兩側 避免有那個空氣 或者是有空洞 那你稍微把它壓緊 壓實 好 然後這時候ok了 之後呢 你就把它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呢 很好 用這個紙 我紙就做很大 我紙故意留很大 一定要有紙喔 如果沒有紙的時候 基本上是很難操作的 因為我們要透過紙來做一些動作 好 旁邊也都要填平 好 我們用紙做一個動作 就是像這樣子 兩隻手 兩個手掌打開 扶著它從中間 按緊 壓緊 壓緊 然後 多的鮮奶油就會從旁邊跑出來 像這樣子 從旁邊跑出來 我們就把它挖掉 好 然後把它壓緊 好 像這時候把它壓緊 就可以了 好 壓緊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時候打開 那有些人可能在壓的時候 這樣會尖尖的對不對 沒關係 它有一招讓它變圓 就是 你拉著其中一邊的紙 往另外一側 這樣轉 基本上 它就會讓它變得很圓 好 然後 不夠圓 這裡 收起來 用這個刮板 或者是紙之類的東西 把它這樣壓圓之後 你看上面就是圓的 就不會是尖尖的 然後這樣壓開之後呢 再轉回來 你看它已經是一個圓形的形狀 給大家看一看 這就是一個很圓的 然後等 我們放進去冷凍庫 冰冷凍定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切片 那這樣子就會很好切 那因為現在是軟質的 所以現在是很軟 所以你就不要去動它 啊 你要利用這個 為什麼你說要定型 是因為你利用這個半圓形的 這個我們放進冷凍庫 冰冷凍之後呢 等一下出來就會是很圓很圓的 這個歐漬捲了 好不好 來 你看我剛剛做了好幾捲 這個 也是很圓 這個 也是很圓 2 3 這裡還有 4 這裡還有一個 5 好 這裡還有一個最後一捲 好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 拜拜 拜拜